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瀑布喔 我帶你們去消暑這樣子 那大家也沒意見了 那曉芬更沒意見 因為曉芬已經陷入恍惚 根本不太講話 好 他們就開著車 我跟各位講那個地方 因為我實地當時在採訪的時候 我有去模擬它那個路線 所以我開採訪車去開過 沒有那麼難找 真的不難找 何況當地的政府有推動觀光 他們有樹立路標 會直接就寫說 什麼什麼步道往那邊走 那這個男的他又來過 所以他憑他正確的記憶 跟路標的質疑 跟看到了正確路標的質疑 可是短短一兩公里的車程的路 他卻開了兩趟 最後都回到原點 路上有別的車不會問一下 更邪門的是 他們說在這兩趟的車程當中 他彷彿他們的車是置身在 另外一個異度的空間 他在路上看不到半輛車 半個人 你可以發現 景物依舊 你可能來過這邊 這邊的地理情勢是這樣 這邊可能你記得這邊有民宅 都沒有變 但是就是看不到車 好啦 那這時候呢 另外一個女孩子就提議 那我們下來問一下 第二 也讓小芬下來透透氣 你看他這樣子已經快不行了 怪怪的 好啦 那男孩子就說好 那我們就一起下車 去問民宅 男的就看到前面有個民宅 他就去想說問那個民宅的人 人按門鈴沒有人回應 門口有停車裡面沒有人沒有人回應 好 大家就想那既然這樣子放棄 不去了 可是就因為你們都下來了 所以人是互相走散的 等到他們放棄回到車上 要走的時候發現小芬不見 小芬不見囉 好 他發現小芬不見之後呢 所有人這時候心裡想 打手機 怎麼會找不到他 這個時候 當你想到說找不到他的時候 就是 這是他那個年輕人告訴我的 在那一瞬間他突然抬頭 你想要求救 找人 或者看看小芬有可能往哪邊走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眼前的景象好奇怪 路上有車啊 有人啊 他回到現實的世界 就在小芬 離開他們之後的那一瞬間 他們就彷彿從一個異度空間 回到正常的空間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解釋說 小芬這個人是不是有卡到了什麼 不好的力量 讓他們一同陷入了那個 習慣的空間 習慣的空間 好 那這時候這些已經不重要了 找人比較重要 所以呢 那年輕人就想 好 那我們再去問問 再去按一下那個民宅 搞不好 有人啊 搞不好 再按 有人啊 主人出來啦 然後年輕人 我們剛剛在按你為什麼不開 對 趕快讓他解釋 剛剛的來龍區 那個主人很狐疑的看著他說 他說 我一直都在家裡啊 剛剛你哪有人來按門鈴 我沒有聽到啊 他說有 我有來按 好 那這裡到底離那個古道多遠 年輕人他當然是先向那個民宅的主人求救 但是當他說明了來龍區脈之後 這個民宅的主人就回覆他一些 他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第一我剛才講了 他繞了兩圈都找不到那個古道 對 第一個你門鈴 沒有按 你說你有按我剛才沒有聽到 第二 你說你開了兩圈的車程 最後都回到原點 找不到古道 你還來過 不可能啊 就在你前面啊 就在那附近而已啊 第三 剛剛他提到說這個 車子經過都沒有看到車 也沒有看到人 主人也告訴他 這個地方不是你想像這麼偏僻 怎麼你都沒看到 好 這些都是一團的疑惑 但是我還是 你覺得話 找人優先 茫茫山區怎麼找 這時候只能求救於警察 明宅的主人幫他們報了警 警察來了 當然 小芬的父母也來了 這事情已經鬧大 小芬的父母來的時候呢 就問說 走過路通通再找一遍 或者是有什麼蛛絲馬跡 是你們沒有想起來的 能夠提供的線索 通通提供一下 這時候啊 同車的那個女孩子呢 才有點害怕的講說 當時我們決定要下車 透透氣 順便問路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想要跟 車上的所有朋友講說 小芬怪怪的 但是她一直在重複一些話 那句話就叫做 找不到陳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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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結果呢 這是線索 警察在旁邊 看了一切之後說 事不宜遲 我們去墓園 去墓園 好 結果車子一行人 就開到了墓園 看到墓園之後 手電筒一照 真的是看到一個 你無法用科學解釋的景象 小芬 躺在一個墓碑的前面 昏睡也好 昏迷也好 就是昏在那兒 那當然啦 所有人就把它搖醒 搖醒了之後呢 一定第一個想要知道 小芬你到底怎麼了 所以那是晚上 已經到晚上 中午再到遊玩兩個景點 再到去的瀑布找不到 再到失蹤再到現在 已經晚上了 你光是先想像那個畫面 一個年輕的女生 在晚上躺在墓園前面 是 一個墓碑 而且還是一個墓碑前面 問題是那裡到墓園 也要走一站 幾公里的路 絕對跑不掉 奇怪 我就跟你說 沒什麼都用 自己用碑 好 結果呢 他們一方面就問那個 他不會就剛好躺在陳柏的 墓碑前面吧 我當時去採訪的時候 我覺得答案一定是這樣 這個新聞真的是 很容易找到答案 但是呢 警察去看那個墓碑的時候 發現那個墓碑上面沒有照片 但是知道墓碑的主人 是林某某姓林 所以不是陳柏 不是陳柏 好這件事情就跟陳柏無關了 我們就先不講陳柏 好 就問這個小芬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小芬講 他說當時他在車上 他整個人陷入了像是一種 遊魂的狀態 他知道後來大家要下車 這個旁邊的女孩子呢 有把他一起扶下車 扶下車之後呢 他知道他們都去 問路 問路了 這個時候呢 他在一個朦朧的精神狀態下 他看到前方有個中年的男子 然後呢 就直接跟他講 欸 小女孩 我跟你講 我知道 你們要去的那個古道 那個瀑布在哪 我帶你去喔 他就跟著他走 跟著他走呢 他說小芬回憶 當時他在跟他走的那個 那個身體的感覺 鬼人是輕飄飄 鬼嗎 而且很 他說他還有一種愉悅的感覺 非常愉悅啊 愉悅的感覺 好 接下來就完全沒有記憶 醒來之後 就是你們這些人把我叫醒來 休息一下 先問 後來呢 後來啊 他的媽媽 想問陳柏的家人 陳柏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埋在那個墓園 為了要 解惑這個心中的這個陰影喔 所以就先問陳柏的家人 說 陳柏的墓 在那 那 跟哪一個 是不是有 有什麼樣 也許給我 把我女兒創的 這樣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不需要找林老師 跟周老師 不可能 因為 之前我們因為 祖焚風水的問題 早就把 陳柏的墓給牽走 好 所以我剛剛就 其實就有提示 陳柏我們不用理他了 好啦 那就剩下那個墓碑囉 他那個墓碑是林先生 你要怎麼找 拜託警察 拜託警察呢 後來警察也去找到了這個墓園的管理者 就問 你知道這個林先生是家屬嗎 知道啊 就住在 附近 瑞芳啊 平溪啊 共僚 其實大家知道我在講這附近 OK 就去找到了那家人 那家人知道說 對 沒有錯 那個是我們家人 林某某的墓 那 曉芬也把他的狀況 遭遇 告訴對方 對方說 好 你是不是 可能就是被這個林某某給衝敵 拿照片出來看 照片第一拿出來看 曉芬說沒有錯 我當時看到 向我招手 讓我身輕如艷 還覺得很愉悅的人 就是他 他要幹嘛 我告訴各位 真的嗎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 你在恍神對不對 那時候都在恍神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他有講說 而且我跟你說 他就跟那個林先生的架 死去林先生的架 死去林先生的架 而且我跟你說 我當時看到他穿的那個 像我這種比較低齡的 他刺青刺到這 那沒有錯 哇 因為那個林某某 林先生就是刺青刺到這 死去林先生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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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問了兩派的說法 我先問這一派的說法 這一派的說第一 因為你在鬼月跑去墳墓 陳柏已經不重要了 是你到了那邊 林先生他看上你了 他也不是要對你怎麼樣 他只希望你陪他 第二 為什麼一開始沒什麼狀況 因為他想要入侵你 入侵不了 第三 在車上所有人下車 你小分落單了 你的陽氣不夠重 你缺乏三個人的陽氣替你加持 林先生就來了 大哥應該 他以前應該是大哥常上酒家 很久沒人陪了 然後有一個人來嗎 就陪陪 這是你講的 我 因為我剛好那時候是 親身有採訪 我對他們還是 不過你剛講的最後那個 那個文森那個 那個顯然心理醫生 但是沒辦法解釋 通常我們應該講說 他不叫某型 他其實是一個鬼魂 所以他是鬼魂 油魂 他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給你弄的叫鬼遮掩 鬼擋牆這樣子 讓你們大家都走不出去 那他可能在那個當下 你說他要進入他的身體 但是因為陽氣太重了 所以他進不了 而且他應該那個時間也是白天 那時候是白天 所以說到後來已經到了 會要去瀑布的時候 對 就是差不多 我們講說裡頭新的嘛 生死的三到五點過後 差不多那個時間三五點 他那個陽氣就慢慢慢慢落下來 他就可以進去 我覺得我們這種 這種故事聽多了 你以為我住在山上 我如果回去晚上 有時候很晚的 我會記得一遍 是冬天的時候 你知道有人養狗 主人會把狗裝扮得